夏天现在天气这么热 很多人在家里面都要开冷气 马总统住在中心寓所吹着冷气 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 在他搬进来之前 竟然丢了一台上达百万顿 也有百万元的这个空调的主机 这个这么大的主机 要能够从官邸出去 必须要通过装潢的监工 还有特勤单位 献兵三道的关卡 能够这样出去竟然没有人知道 现在还家丑外扬 总统气得不得了 下令要彻查 不过府方跳出来澄清说 不是被偷 而是造策不实 外面看起来一切运作正常的总统府 最近却是状况不断 还被踢爆有驾驶酗酒 传出让总统很不高兴 在总统府高层会议当中 马总统双手抱胸 表情非常火大 接着发飙 质疑总统府人员为何一错再错 让一旁的总统府秘书长张春柏 吓出一身忍汗 没想到总统才刚刚发完脾气 这回换中心寓所出爆了 马总统首居住的中心寓所 应该是戒备森严 非常安全的地方 不过现在却传出 前总统成员时代 所使用的中央空调冷气冰水机 却被人给偷走了 这个价值一百多万的 中央空调冷气冰水主机 在马总统搬进御所之前 传出竟然可以突破 总统府的监工 中卫区的管人员 和外围的宪兵3321弟兄 连过三关 传出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春柏之情 并且刻意满 他不是一个窃案 那他是一个这个设备管理上的问题 他的正常的使用年限应该是八年 所以按照规定来讲 本来在大概民国93年的时候 就可以去报废 然后当初在处理这一套卸下来的 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设备的时候 当初我们总统府的管理人员 误以为 误以为在我们的财产清测上 没有这一套设备 所以因为没有这个登记的这个帐 所以在这个设备拆卸下来的时候呢 就违请当初这个承包商 以废弃物的方式 将这一套设备给处理掉了 总统府澄清一切都是相关人员造册 输失马总统还下令追究责任 那总统也已经指示秘书长 要这个正风处 以及这个主管的三局 共同对这个事情做详尽的这个调查 总统府进来状况多 马总统要求府方上警发条 不准再让家丑外扬 中文字幕 刘洁玉桥 SNU小组 台北报导